本港新增新冠个案再次过万宗 多7人死亡 医工局说有个案的家人拒绝被年长患者求医 无服用新冠口服药 最终患者不治 当局再次呼吁有轻微病症或高危的患者 应该尽早求疑 新增10426宗确诊 本地感染占1022宗 四男三女患者死亡 由69至94岁 其中一个77岁男患者本身有糖尿 血脂膏等 上个月16日确诊并情报 医工局两天后打电话给他 建议那个男人吃新冠口服药 但听电话的女儿说爸爸只有轻微咳 流鼻水 拒绝服食 个男患者两个星期后在家昏迷不醒 送院抢救无效 病症很轻微 没什么就不吃了 或者我怕西药散 很多都是这样说 或者我可以吃中药可以了 我不吃了 文献都显示到 吃了新冠口服药之后 能够降低重症入院 就算是入院之后的死亡风险 最高可以到八成 我想有些东西可以令到你的风险降低八成 我想大家都应该一定要去使用 60岁或以上的长者 确诊求医都可以获处方新冠口服药 医冠局说每天都打给三四千个高危确诊者 包括长者 免疫系统药 五岁以下的儿童等等 但染疫的长者中大约六成不愿服用新冠口服药 医冠局强调新冠口服药已处方给几万个患者 并没有严重副作用 新增个案方面 伊利沙白医院内封病房多四个男病人染疫 联合医院急证室一个护士星期五快測阳性 早前曾出席同事的婚宴 同桌六个急证室护士被列为密切接触者 十间安老残疾院石情报个案 三间学校个别的班别出现多宗个案 需要暂停练售课一个星期 其中沙田赛马会体艺中学6A班有三个学生确诊 他们和另外九个同班同学星期二一起出席派对 其他九人要检疫 无线电视记者韩曼君报道 财政司司长政治助理初步确诊 司长陈茂波就检测阴城 财政司司长政治助理杨通达 星期三最后一日上班 工作时有戴口罩 最近无外游 司长陈茂波每日都有做快测 过去一个星期也都每日做核酸检测 结果都是阴城 警方毒品调查科 上个月在全港展开打击毒品行动 一共抓了250人 其中20人未成年 年龄最小的只有14岁 打击毒品行动在上个月15日至31日进行 被捕的250人 年龄介乎14至80岁 涉嫌制毒、藏毒、贩毒等 检获怀疑毒品包括可卡因、海洛鹰、大麻等等 一共重大约97公斤 约值7600万 其中年龄最小的14岁少年 上个月17日在张冠澳一个屋苑 被便衣警员折查的时候 在他身上找到10包 约重15.1克的可卡因 被落案起诉一项犯毒罪 警方说 毒犯透过娱乐场所或在社交平台等 招募青少年从事毒品活动 上半年已有226个21岁以下的青少年被捕 提醒此物以身示法 警方已就两宗犯毒和一宗制毒案件 拘捕三名幕后主脑 涉嫌利用青少年犯毒 强调会针对这一类操纵者 向法庭申请家刑 无线电视记者黎慧宜报道 警方抓了两个外籍女人 涉嫌租用湾仔一间酒店房 用作储存和包装毒品 并在区内分销毒品 湾仔警区特别征务队人员 昨晚在酒店房中 检获一批华谊毒品 包括大麻花、大麻精 30包大麻糖果等 约值10万 还有38张华谊毒邮票和毒品包装工具 两个33岁外籍女人 涉嫌犯毒和预期居留被捕 另一名23岁外籍男人 涉嫌藏毒被扣留调查 美国贸易代表处决定维持对华惩罚性关税 但会进一步检视 有专家说维持对华惩罚只会加剧美国通胀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2018年以中国蝎取美国知识产权 强迫美国企业技术转移为由 对超过3000亿美元中国货征收惩罚性关税 有关安排原定今年自动戒门 美国贸易代表处自5月起检讨相关措施 并且征询业界意见 代表处星期五发声明说 收到几百家企业要求延长对华关税 所以相关措施不会在四年之后自动终止 但会启动审查程序作进一步检视 预计相关程序可能需要几个月 美国对华征收惩罚性关税、涵盖晶片、 发学品、服装和家书等领域 据报拜登政府几个月以来一直考虑计减有关关税 以舒缓美国通胀压力 但因应中方就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上个月访台 在台湾周边展开军事先压而暂缓 有分析说美国对华征税 只会令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损伤大约0.5个百分点 相反就会加剧美国通胀 美国前驻新加坡大使阿德尔曼说 若果取消对华关税 长期将会令美国通胀下降1个百分点 并且可以为拜登政府加分 有利11月中期选举的民主党选情 中方就多次重申贸易战无赢家 尽早取消关税有利中美和全世界 并且敦促美方不要指望中方 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 母线电视记者杨洁尔报导 日本外相林方正说 日方时常开放和中方对话的大门 他又说期望和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会面 日本外相林方正 星期五在记者会上谈及日中关系 他说两国有必要在不同层级上 互相沟通理解 林方正今个月稍后 将会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 被问到期间 会不会和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对话 甚至是中日领导人有没有回眠计划 林方正说目前未有任何决定 但会认真考虑 他又提到上个月初解放军向台海发射弹道导弹 令日本等周边地区 以致国际社会带来安全忧虑 促请中日加强沟通理解 又说日方会提出应有的主张 要求中方采取负责任的行为 强调中日在共同问题上仍然会合作 努力救足有建设性安定的日中关系 并且会时常开放和中方对话的大门 中日原定上个月初在东盟会议期间 举行外长会谈 但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 中方不满日方的立场而取消会谈 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 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秋叶江南 上个月中主持中日高级别政治对话 外界认为中日都希望两国关系 要避免进一步恶化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背建设将离任的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 王毅形容杰尼索夫是中国人民的真朋友 强调在国际关系深刻调整演变之下 中俄双方更感受到两国六轮友好 互利共赢的重要性 更加认识到中俄兼并兼加强合作 背靠背互相支持的重大意义 时间有时间回到其他消息 新闻时间 将军澳新盘海恩庄园延迟7个月入伙 超过200个业主联储 并且到售楼储抗议 要求发展商赔偿 最后一刻 其实发展商就和大家 或者公众解释 就是说 因为未拿到地政总署的满意子 所以楼盘是入伙 不成功的 其实预期会在8月的时候交流 令到大家就已经开始了银行的按揭 装修 甚至乎扣入傢俬电器等等的工作 去到这一刻 突然之间大幅延期7个月 其实令到所有的买家也都措手不及 他也都不知道下一步可以怎样做 发展商九龙建业没有派人接讯 但发声明解释 说项目延期是基于建筑期间 遇到恶劣天气和不可抗力的事件 正是积极和地政总署商讨 尋求解决方法 至于业主要求赔偿 发展商说今次的延期安排 是买卖合约下容许的安排 不会提供任何补偿或取消交易方案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沙头角抗战纪念馆正式揭幕 紀念馆的原子是有香港抗日第一家 知称罗氏族人的组屋 由后人捐出成为展馆 这些仿制枪械都是抗日时期 东江抗日游击队使用的武器 现在摆放在沙头角石头坳罗家大屋 这间典型客家大宅是香港抗日第一家 沙头角南充罗氏族人的组屋 1941年12月 罗氏三兄弟带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 组成港狗大队 以罗家大宅为乐的点 2010年罗家大屋被评为三级历史建筑 为了承传抗日历史 罗家后人在2017年 以象征息租金一元捐出大宅 整观分为两个部分 除了介绍东江中队战斗过程 也记录罗氏一家抗日的故事 年轻人青少年 对国家对香港的历史了解太少 然后我们的上一代 是为了保卫国家保卫香港 付出了血和汗水很多很多的付出 希望它可以发挥作用 因为只是看货本不够的 只是靠老师说是不够的 应该来说就是让青少年 能够看一些有血有肉的东西 紀念馆这里更加答变了一条重林隧道 让参观者感受下多年游击队 枪林弹雨的警方 紀念馆逢星期二至日 朝十晚五开放 现在只是接受三十人以内的团体预约 需要在参观一星期至三个月之前 透过网上预约 费用全面 另外紀念馆不属于禁区范围 参观者不需要另外申请禁区子 行政长官李家超 在紀念馆揭幕致辞时说 肯定楼家对抗日历史的贡献 激励中华民族复兴 要有效去推展爱国主义教育 政府和民间的力量需要互相配合 我予以充分肯定 我亦都感谢他们在爱国爱港方面作出的贡献 他又说特区会从多角度加强爱国教育 无线电视机者吴嘉軒 各地解放军军仍举行活动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7周年 解放军第82集团军 几百名军兵在训练上集体默哀 向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烈士致敬 而在第73集团军 新毕业的军官学员 就到史料层列室参观 在泊海湾演兵场上 第80集团军从温入党誓辞 另外解放军同日发布 中国军队国际形象网宣片 说中国军队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中国军队始终爱好和平和维护和平 以实际行动淺恒大国军队的国际担当 内地新增1819宗新冠病毒本地感染 深圳持续有本地感染 广东新增105宗新冠病毒本地个案 深圳占87宗 福田、罗湖、南山、保安等6个区 星期六开始展开两轮全区全员核酸检测 其间全区的巴士、地铁停运 所有社区、小区、产业园区等实行封闭式管理 广州新增8宗个案 海珠区加强管控 居民要持24小时核酸检测 新增2宗个案 市政府倡道市民坚持不去7日之内出现疫情的地方 由外地底京人士在底部24和72小时之内 要再进行核酸检测 另外,西藏新增589宗本地病例 黑龙江多235宗 四川有202宗 正在进行为其4日全民检测的成都 核酸检测系统出现异常 导致检测进度缓慢 民众要排队等很久 市政府就事件自欠 另外,内地再多一款新冠疫苗获批紧急使用 黎珠医药集团星期五发公告 说其下重组新冠病毒融合蛋白疫苗 获批納入新冠防疫罪冠加强免疫紧急使用 即是民众打第三针的时候可以选这款疫苗 而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近日在北京出席一个论坛的时候提到 未接种疫苗的人染疫之后发展成为普通型以上的占比 是接种了疫苗人士的5.1倍 无线电视记者曹嘉宏报道 转体下,英国药物监管部门批准使用 辉瑞和Biontech合作研发的新冠病毒二架疫苗作为加强制 英国当局说,临床数据显示 这款新冠二架疫苗能对Omicron变异株产生强大的免疫反应 批准授权为12岁或以上的人注射 有先接种对象包括软射院友和职员 预料涉及大约160万人 下一个阶段会安排50岁以上的人注射 当局呼吁民众赶在下一波疫情在冬季前接种 日本公布修订的入境指引 外国游客星期三开始只要经旅行舍 预订机票和住宿 并提供在当地的联络方法 入境后便可以自由安排行程 为了迎接旅客丛林 日本兵赋院福奇丁 特别请了河童河太郎出席旅游推广活动 福奇丁是日本民族学之父柳田国南的故乡 当地近年将柳田国南不下的妖怪 特别是河童文化结合旅游观光级客 今次丁政府为了招待更多旅客做准备 因为日本观光厅已经正式修改指引 星期三起进一步放宽外国游客入境限制 只要经旅行舍预订机票和酒店 并提供电话号码、电邮、地址等 在日本期间的即时联系方式 外国旅客抵捕后便可以自由安排官方行程和食饭等 不需要导游陪同 即只要出发前确定好来回日子和住宿 便可以在日本自由行 官方听话自6月初 重新开放外国旅行团入境后 到现在都未曾接获有团友染疫 日后会在平衡防疫需要的同时 逐步吸引更多的外国游客到日本 南环即日起也不再要求入境人士 提交入境前48小时的核酸检测 又或者24小时的快测阴性证明 但抵捕后的一日之内 仍然需要接受核酸检测 当地单日新增7万9千多宗个案 是连续3日少过9万宗 卫生部门相信疫情正是稳步向下 但临近中秋 南韩人普遍每按传统发香下 仍然需要警惕疫情在中秋长假之后 会再度回升 无线电视记者收席零不答 黄昭南区3比1反省李文 黄衫李文开个球 陈家豪脱手 亚哥斯达把握不到 一轮缓前混战后 陈家豪接实化解危机 他们上半场攻势比较多 加惠兰设后给艾华顿 退横起脚中柱 到保时1分钟 艾华顿开佛球 前处3个母1个嗨到 直接入网 为李文领先1比0圆半场 但优势到换边后2分钟就消失 助助穆州俄眉月顶 为南区射成1比1 两队在开罗战都棋开得胜 南区以2比0赢香港U23 李文以2比1赢流浪 而今场的胜利就属于南区 道道接应佛球顶入 在77分钟反超前2比1 没断在对方禁区逼脱 艾华拨到12码 助助穆州射入个人第二球 南区反胜3比1 开季2年胜 母CDC记者黄志謙到 新增10426宗確診再次过万宗多7名患者死亡 深水部1月5岁南区死亡 身上有多处严重伤势 怀疑长期被虐待 南区的妈妈涉嫌谋杀被捕 美国宣布3批总值11亿美元对台军售案 中方说有关军售案严重危害中美关系 与台海和平稳定 要求立即撤回 各位阿叶子说 本港新增新冠个案再次过万宗 多7人死亡 医冠局指有个案的家人 拒绝给年长患者求医 没有服用新冠口服药 最终患者不治 当局再次呼吁有轻微病症或公毅患者 应该尽早求医 新增10426宗确诊 本地感染占1022宗 四男三女患者死亡 由69至94岁 其中一个77岁男患者 本身有糖尿、血脂膏等 上个月16日确诊并情报 医冠局两日后打电话给他 建议那个男人吃新冠口服药 但是听见话的女儿说 爸爸只有轻微的咳 流鼻水 拒绝服食 个男患者两个星期之后 在家里昏迷不醒 送丸抢救无效 病症很轻微 没什么 那就不吃了 或者我怕西药散 很多都是这样说 或者你可以吃中药 我就不吃 文显都显示到 直了新冠口服药之后 能够降低重症 入院 正如入院之后的死亡 风险 最高可以到八成 我想有些东西 可以令到你的风险降低八成 我想大家都应该 一定要去使用 60岁或以上的长者 确诊求医都可以获处方新冠口服药 医冠局说每天都打给三四千个高危 确诊者 包括长者、免疫系统药、五岁以下的儿童等等 但是染疫的长者中大约六成 不愿意服用新冠口服药 医冠局强调 新冠口服药已经处方了给几万个患者 并没有严重副作用 新增个案方面 伊丽莎白医院内封病房多四个男病人染疫 联合医院急诊室一个护士 星期五快七阳性 早前曾出席同事的婚宴 同桌六个急诊室护士被列为密切接触者 十间安老残疾院射情报个案 三间学校个别的班别出现多宗个案 需要暂停面授课一个星期 其中沙田赛马会体艺中学 6A班有三个学生确诊 他们和另外9个同班同学 星期二一起出席派对 其他9人要检疫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军报道 当局指疫情仍处于上升轨道 再次呼吁市民遵守各种防疫措施 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推抄 疫情可能在今月见顶 又说如果疫情放缓 11月可能有条件考虑0加7入境检疫安排 即是不需要在指定酒店检疫 三日内两日过万宗确诊 病毒即时有效繁殖率 自8月初从上1以上 最新已经超过1.3 即是每个患者平均传染到1.3个人 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呼吁 中秋假期要避免参与跨家庭聚会 他又说视乎整体确诊个案趋势 由BA.5变异珠引起的这浪疫情 有可能在今个月内见顶 11月将会举行国际金融投资峰会 和七人篮球赛 又有没有条件将海外入境 由三晚酒店检疫 加四日医学监察 转为全部七日居家监察 卫生防护中心就引述社区污水检测指标 说病毒量持续增加 已经连续四日人均病毒含量超出 每公升50万的高水平 认为疫情仍处于上升轨道 现时来说 疫情应该是未有见顶的迹象 我们预期短期之内 可能有机会会继续上升 至于何时见顶 现时都未能够很准确的预测 当然我们都不希望疫情继续上升 所以希望市民都尽量 以及紧守各种防疫措施 他又再次呼吁市民定期做检测 一旦阳性也要尽早申报和求医 以免拖垮公营医疗系统 无线电视记者李卓谦报道 美国宣布三批总值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 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第六次 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说 有关军售案严重危害中美关系 以及台海和平稳定 要求立即撤回 美国国防部核下国防安全合作署宣布 国务院通过三批对台军售案 包括100枚在尾射空对空导弹 60枚鱼叉反栏导弹 以及监视雷达合约等等 声明说军售案符合美国国家经济和安全利益 能够支持台湾军队现代化 维持可靠的防卫能力 应对海上攻击和封锁 也有助维持区域政治稳定 军事平衡以及经济发展 有美方官员说 并不反映美国对台政策有变 美方说已经就军售案 展开支会国会程序 有待国会审批通过 有望在一个月后正式生效 今次是美国总统拜登去年1月上任以来 第六度对台军售 正值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上个月访台后 美中关系紧张之際 外界忧虑台海局势会进一步升温 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发表声明 要求立即撤回军售案 说有关军售案严重危害中美关系 和台海和平稳定 中方会因应事态发展 坚决采取合法和必要的反制措施 外交部多次强调 美国对台军售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 呼吁停止台美军事联系 无线电视记者荆杰尔报导 美国贸易代表处决定维持对华惩罚性关税 但会进一步检视 有专家说维持对华征税只会加剧美国通胀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2018年以中国 涉取美国知识产权 强迫美国企业技术转移为由 对超过三千亿美元中国货 征收惩罚性关税 有关安排原定今年自动介门 美国贸易代表处自5月起 检讨相关措施 并且征询业界意见 代表处星期五发声明说 收到几百家企业要求现场对华关税 所以相关措施不会在四年之后自动终止 但会启动审查程序 再进一步检视 预计相关程序可能需要几个月 美国对华征收惩罚性关税 涵盖晶片、化学品、服装和家修等领域 据报拜登政府几个月以来 一直考虑计减有关关税 以舒缓美国通胀压力 但因应中方就美国众议院 以蔣佩洛西上个月访台 在台湾周边展开军事施压而暂换 有分析说美国对华征税 只会令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损伤大约0.5个百分点 相反就会加剧美国通胀 美国前驻新加坡大使阿德尔曼说 若果取消对华关税 长期将会令美国通胀下降1个百分点 并且可以为拜登政府加分 有利11月中期选举的民主党选情 中方就多次重申 贸易之无赢家 尽早取消关税有利中美和全世界 并且敦促美国不要指望中方 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 母线电视记者杨杰尔报导 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会报导 食灵学生人口下降 资助小学校长会和中学校长会 希望教育局保留教师人手 借此提升教学质素 雅近平不明原因 因肺炎病例增至10宗 所以为政展开密切监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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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助小学概念显示 新学年整体减少大约46班小一 教育局多次强调 食灵学童的人口下降是结构性问题 资助小学校长会 希望当局能借学生人数减少 而优化教学 如果我们的老师能够保留他 一定会给更加多责任 他们有责任 他们的责任是做什么呢 就是做好些 可能主流学校 对那些有特殊教学需要的学生 照顾不足 有很多社会的团体 对我们的主流学校去处理 非华预生 可能觉得做得不足 我们有老师在 我们不需要财走他 我们多放一个老师在课室 又如何呢 我们令到那个人手 私生的比例 是更加去充裕 中学校长会认同 色灵学童减少是一个契机 给老师有空间推动课程革新 为同学设计活动 我们建议 其实真政府是维持 现有中学的班级数目 每一年按着每一区的人口下降的幅度 因为每一区的需要真的不同 弹性点去调节每一班派位的人属 齐手大家真的做好香港的教育 对于教育局提高疫苗接种要求 下个月起打齐三针才可以参与华外活动 他相信家长会配合 张勇邦就说学校需要时间推展 担心会影响部分活动的进行 即使他可以打了两针 但第三针未打的时候 他就要计数 10月的时候 能否开展这些活动呢 很多我们学界体育联会 搞给学校的活动 比赛可否进行呢 进行的时候 有没有学生参与呢 够不够学生去参与呢 这个都是一个问题 因为所有都需要完三针之后14天 如果他不足够的保护的时候 很多活动不能够开展 他说当局的外展队 包括流动接种车道校为学童接种 能够减低同学的不安感 亦都受到家长欢迎 希望当局能够加强措施 母线电视记者彭永熙报道 特区政府早上举行官方仪式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7周年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仪式 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 行政长官李家超 行政长官李家超 和特区政府多名司局长出席 先进行星期禮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曾任权 行政会议和立法会议员 沿东江中队 港九独立大队 路由激战士 和退伍军人团体等等 整个仪式 历时约10分钟 1931年日本侵华 经历14年的艰苦抗战 1945年的9月2日日本正式簽署投降书 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2014年 将9月3日 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特区政府自该年起 在本港举行纪念活动 敏记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 免怀鲜烈和死难同胞 无线电视记者黄嘉晴报导 内地新增1819宗新冠病毒本地感染 深圳持续有本地感染 广东新增105宗新冠病毒本地个案 深圳占87宗 福田、罗湖、南山、保安等6个区 星期六开始展开两轮全区全员核酸检测 其间全区的巴士、地铁停运 所有社区、小区、产业园区等等 实行封闭式管理 广州新增8宗个案 海珠区加强管控 居民要持24小时核酸检测 甘胜证明先可以离开海珠区 并连续两天进行全员核酸检测 新增2宗个案的北京 使政府倡道市民坚持不去7日内出现疫情的地方 由外地底京人士在底部24和72小时内 要再进行核酸检测 另外西藏新增589宗本地病例 黑龙江多235宗 四川有202宗 正在进行为期4日全民检测的成都 核酸检测系统出现异常 导致检测进度缓慢 民众要排队等很久 市政府就事件自怯 另外内地再多一款新冠疫苗获批紧急使用 黎珠医药集团星期五发公告 说其下重组新冠病毒融合蛋白疫苗 获批纳入新冠防疫罪冠加强免疫紧急使用 即是民众打第三针的时候可以选这款疫苗 而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近日在北京出席一个论坛的时候提到 未接种疫苗的人染疫之后发展成为普通型以上的占比 是接种了疫苗人士的5.1倍 无线电视记者曹家榮报道 雅根廷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增至10宗 西卫症展开密切监察 路透社报道 雅根廷星期五再通报一宗不明肺炎个案 目前累计有3名患者离世 患者症状包括发烧、肌肉酸痛、肚痛、呼吸急速等 法美卫生局表示 患者对已知的呼吸系统病毒 以致其他病毒、细菌、真菌病原体的测试都呈阴性 已将样本送往其他实验室进行额外测试 包括研究是否涉及毒素 目前泛美卫生局及世卫正监察疫情发展 并协助当地卫生官员调查 预期在一个星期内会有更多确定咨询 回到另一支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